哈喽,今天我们谈一下泡饭 我们所谓的泡饭不是讲说可能你普通吃饭了,然后你拿一个汤来捞这个饭这样子罢了 真正是有一道菜,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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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叫做泡饭在新加坡 上个月我在新加坡,我就去吃很多的hoker center,开始有很多泡饭的店了 三年前的时候我在新加坡,我是没有听到过这样子的食物的 没有听到所谓的泡饭可以开连锁店的 现在新加坡,每一间hoker center都是 这个就代表新加坡人现在的脾胃问题非常的差,差到他的口水没有办法分泌 所以口水你需要用泡饭 那我们来谈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今天我们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以前我们每次听到tom yam,我们就是tom yam 你一听到tom yam这个词,你的嘴巴怎么样?有点酸 有点口水,口水开始流了 对不对?以前的时候,可能我在小的时候 那个菜还没有来,我们去餐馆,叫了菜,等很久 我很饿了,妈妈会什么?给你先吃白饭先,对不对? 哎呀,我们先吃点白饭先啊,先顶着先 当你吃这些白饭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啊? 吞下去的那一刹那,哎哟,甜的哦 你发觉到原来饭是甜的哦 对不对啊?现在还有没有啊?现在是怎样? 现在啊,白饭不可以哦 太干了 对不对?一定要叫它零点汁 不然的话,老脸汤 再不然的话,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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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人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我们的口水啊? 不会这样容易的去流了啊? 为什么我们以前会觉得甜,现在没有这个感觉 甚至会觉得很干啊? 这些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OK? 以前当我们在以前的那种报章啊,你们应该听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一些故事 一个小孩子啊,如果他睡觉一直流口水的话 是好还是不好啊? 睡觉一直流口水,流到满脸都是啊 我们讲它是什么问题? 脾虚的问题 对不对啊? 那脾虚代表什么? 脾与胃互为表里 脾与胃 互为表里 意思就代表它们是阿班阿迪来的 不可能有脾虚胃是好的,不可能的 所以脾胃差 就代表它的消化功能不好 消化功能不好 这个是中医那边讲的 那西医讲讲的 西医也讲了这句话 口水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 因为它有所谓的 Salivary Amylase 所谓的淀粉 煤 它是一种 enzyme这种煤来的 口水 用 Salivary Amylase 去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Carbon 先分解成糖类 Mount Toas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吃白饭的时候会感觉到甜 就是因为Mount Toast OK 可是今天为什么你感觉不到甜 因为你的口水 已经分泌到很少了 那为什么? 几个原因 OK 现在出目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这么原因 像在巴达国家的新加坡人 OK 我们讲新加坡人 OK 可能它压力比较大 撕伤皮 当你想太多的时候 当你想太多的时候 你的脾胃的功能就不好 茶饭不死 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你的口水分泌的 就变得比较少 当你口水变得比较少的时候 你就开始喜欢吃些糖的东西 是比较湿的东西 不然你觉得太干 所以你看到新加坡现在有很多的泡饭的文化 有很多米混贵的文化 面粉果的文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面粉经过高温煮了过后 就变得比较容易吞食 绵绵的 不用那么的去咬 久而久之 你的脾胃的功能就更差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食物进去肚子里面消化不到 等一下我来解释为什么 这个就变成一个逆性循环 这个是我担心的问题 我们先不要讲新加坡人是这样子 我觉得多几年就是到马来西亚了的 你看麻辣香菇 五年前的时候我很喜欢吃麻辣香菇 麻辣香菇 那时候在新加坡哪里都是 可是马来西亚很少 你看现在哪里都有麻辣香菇 我们永远都是跑在新加坡后面的 现在他们有这个文化 两三年我们这边有这个文化了 OK so 我来跟大家解释 正常的消化系统 应该怎么跑 OK 首先 今天我们吃了一个食物 OK 你先要去咀嚼 你要去咬它 对不对 OK 咀嚼了过后 你的身体 就会产生拖叶 就是口水 OK 我说拖叶 所以很多人 他忘记咀嚼的重要性 咀嚼的东西 它就像是个开关 你的胃 你的脏腑功能 它的开关是在你的嘴巴 你嘴巴不要动 直接吞 直接吞 你吞进去它的身体也消化不到的 因为它没有被开动起来 就像开车这样子 你可以一直去踩break 踩那个油 你都没有turn on 那个key有什么用 没有用的 你要先咀嚼 OK 一定要多咀嚼 拖越来的时候 它就有所谓的淀粉酶 有了淀粉酶 当你倒了你的肠胃 你的胃里面的时候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它的温度比较适中了 因为你在你的嘴巴里面咬的时候 口腔里面有温度 可能你吃的东西比较凉 或者比较烧 比较烫 比较烫口 当你在咀嚼那个刹那 它的温度变到比较平稳了 跟你的身体比较接近了 OK 打个比方 很多人很喜欢吃salad 像昨天讲的 很多人很喜欢吃sashimi 凉的东西 新加坡人特别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那问题在哪里 你想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蒸一个鱼 去煎一个鱼 那个鱼刚刚从那个微波炉 刚刚从那个冰箱拿出来 你不可以直接煎的对不对 因为里面有冰块 那你要怎样啊 你要先去微波炉先 微波炉是不是要多一份的能量 甚至更多的能量先去解冻先啊 这个就是你煎那个鱼要一个能量 可是因为你放在冰箱 你还要用微波炉再浪费多一份的能量 这个就是重点 今天你先从嘴巴那边 先把一部分先解冻先 那微波就不需要用额外的能量先去把它解冻了 一样的道理 当你吃的食物太过深的 你不咀嚼直接到你的微 你的微需要耗费很多的阴血 皮很多的阴血 想办法去把它warm up起来 去热起来 这个也是伤害皮微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那第二个 是它已经50% process了 它已经分解50%了 应该没有这样多了 应该是30% 我们讲50% OK 那么你的身体就更容易的去消化 跟吸收 OK 可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当你吃了很多的食物 尤其是以泡饭类类的食物为主的时候 你没有通过咀嚼 你没有通过拖曳的分配 你的淀粉没根本没有的去用 你all the way 直接到你的胃 那你到你的胃的时候 第一 它的温度不适合 然后 它还是胃分解的食物来的 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消化 没有办法消化 没有办法消化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读书了 然后就变成什么 皮肤敏感了 搞了 所以今天你去新加坡看MRT 40多岁的Uncle 他的皮肤一台 他很多皮肤问题的消化功能来的 那 真正应该要怎样去改善这些问题 OK 今天我们知道了 泡饭的文化就证明了 现在人的皮肥功能很差 那你要解决皮肥功能 第一 你要多咀嚼 OK 第一 你吃的食物来讲 第一点 你一定要懂得饭水分离 OK 很重要 吃饭前半个小时 你喝点糖 喝点液体 完全没有一些肉类的 直接进 直接给大肠小肠吸收 没有问题 吃了饭过后 一个小时半个后 你再来喝水 饭水分离 这个是基本的 然后多咀嚼 多咬它 想象一下你没咬一口 哇 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吃 那个饭香味 我再开 我再把我的整个消化系统 重新再启动起来 然后 敢敢去给它油 增加拖叶 让自己的淀粉煤开始变好 OK 那么你的身体 就可以消化回来了 OK 为什么 当你没有咀嚼的时候 消化会变差 打个比方 今天有10个员工 这10个员工 是在这边的 这里的员工是专门帮你准备好你的面包的 OK 他把这个面包弄好了还没有烘焙 要交给这10个员工来烘焙 所以这10个员工只要专心来烘焙过后 你的面包就可以出炉了 可是今天你的这个员工没有做工 他只是把面粉 直接给你的味这边 这里也是10个员工 他没有时间 我又要做烘焙 我又要帮你做面包 这个应该是你的工作 那怎样办 这10个员工 面包做不出来 面包做不出来 他就会怎么就会坏掉 就会臭掉 慢慢的你就会有 脏缝的问题 OK 所以当你开始 从这几个方式着手的时候 你的脏缝问题 你会先看到改善 OK 所以这些事 我再给你们多几个 我个人觉得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饭水分离过后 你一定要多咀嚼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味真的很差的话 你可以开始吃粥 白粥 OK 不要去担心人家讲什么白粥 什么精致食品 白粥很不好 我们人吃白粥 白饭吃了几千年了 不要讲说 什么会糖尿病 这个不重要 以前的那个工人 他每天吃的 我以前做在工地的嘛 人家吃白饭 是三四碗的量 我们现在才最多吃一碗的量 我们就糖尿病 他们早就死掉了咯 所以问题不在于白粥跟白饭 问题是你吃了白粥跟白饭的时候 你有没有相对的运动 去用掉他的血糖 这个是重点 很多人是他不运动 不是因为白米饭的问题 OK 白粥 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不好的话 想要加一点甜味的话 你可以加点山药 OK 你去Google下 有很多这种白粥配山药的recipy 的 白粥它本身是脂婴的 很简单的脂婴 不要以为白粥就没有营养 它是脂婴的 山药本身是补肾健脾的 所以对这些养胃的人就特别的好 OK 所以只要你早上不懂要吃什么 你又不想要吃很多的这种面粉类 所以淀粉类先不吃 先从白粥山药开始 要吃饭的时候 饭水分离 当你吃饭的时候 多咬 多咀 多咀嚼 让脱液充分的去分泌 让淀粉类先去帮助你做部分的分解工作 你的脾胃就会往对的方向发展 OK 所以那么 如果你讲说 我现在又在推销东西了 如果讲说 OK 金龙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我可以这样子做 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金钱去再赚回一点时间的吗 因为我很忙 我没有办法每天煮饭 有办法吗 有 OK 今天我们来谈到了 问题在于脾虚功能 有什么样的方法 在不需要通过你的胃的情况下 又可以增加你身体的能量 身体的活力 身体的修复能力的 啊 OK 有 是我们的Life Wave X 39 OK 它只是一个贴片 贴在你的景象后面 就有办法增加你的能量 去修复你的脾虚功能 OK 那这个的产品是530块钱 OK 一个月money back guarantee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月里面 你看不到效果的话 你打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不会问你第二个问题的 OK 只是你要先给我这个机会 去涉入你的生活 用一些钱的方式去买一些时间 很多人去YouTube 去Google找一大堆的案例啦 找一大堆的那个 那个recipe 每天在家里熬汤熬汤熬汤 熬到来 你的健康也没有变到更好 对不对 反而亏了更多 直接给我一个月 反正不好我退你钱的吗 OK 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每一天 至少都会有一次出门进食的话 就讲你很少在家里煮的话 尤其是你的小孩子 问题是矿物质来源 为什么呢 今天就算你的消化功能好 今天的食物啊 相对于1930年到2022年 现在啊 我们以前的一历层 等于现在的八历层 所以你在靠 如果你今天消化功能又不好 你吃的食物的 本身的营养素又不高的时候啊 身体的煤 它也需要用矿物质去制造 OK 那这个是我给你的另外一个建议 这个不是LIFE的产品 这个叫做CMD 离子化矿物质 这样子一罐 需要两年的时间 它只是以水分的方式 离子矿物质 我很建议大家去尝试 这样子一罐三百块钱 可是可以喝到四个月 OK 这些是我觉得2022年每一个人 你想要在今年归零学习 学习重新看待养生 第一个X30那些 把自己的脾胃功能先做好 脾胃功能做好 其他的东西 其实你不用听我讲的 OK 因为脾胃是后天资本 那如果你觉得在食物禁止上 你觉得你可能会偏食 你觉得矿物质摄取不够 因为矿物质 我们身体需要很多的矿物质 去制造很多的消化酶 很多的荷蒙的话 你换个CMD OK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我的助理的号码没有跟你们讲 那如果你们对产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的名字叫 0164025803 OK 那我们现在新加坡的分行 也正式启动了 那些新加坡的顾客 如果你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络这个号码 WhatsApp我们 我会跟你讲 我到新加坡的一些一些活动的一些时间 OK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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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